全球有15亿人患有某种程度的听觉障碍 到了2050年预计会提高至将近25亿人 听觉障碍带来的后果其实有很多 那对小孩子来讲呢 就是他们的言语会发展得比较迟缓 又或者在科业上可能他们会因为听不清楚老师的教导 所以在科业上会弱于人后 那对成年人来讲呢 他们不仅会换上这个沟通上的障碍 那他们在工作方面的能力也会因为听力的问题 而导致他们无法达到一个标准的工作方式 那对老年人来讲呢 其实是有研究显示 如果他们患有听力问题的话 那他们不仅是跟家人的这个沟通会有问题 他们也会有这个隐形的因素 会导致他们会患上这个老年痴呆症或者这个阿瑟海默症 造成听觉障碍的原因有好一些 它可以分为先天性或者后天性 那先天性就是说他们天生就从妈妈的肚子生出来的时候就有这个听觉问题 那通常这个是有家庭遗传的因素在 也有可能有一些是因为妈妈在怀孕的时候患有一些疾病或者被病毒感染 所以造成这些小宝宝出生的时候就有这个听觉问题 那后天性的听觉问题呢 有可能是因为这个耳朵被感染 不管是外耳或者内耳受到感染 所以导致他们患有听觉问题 还有一些是长期暴露在这个噪音环境的人 他们也是会有这个听觉问题 比如那些在制造业或者在机场工作 而又没有做好这个听力保护措施的人 那他们就很有可能会有听觉问题 至于老年人呢 是游行是那些患有疾病或者三高疾病的人 或者说癌症或者说一些使用耳毒性 所谓的耳毒性药物的人呢 他们患有这个听觉问题的几率 会比其他没有疾病的老年人来得高 那现代人有哪一些习惯是会提高听觉问题的几率呢 那其中之一就是掏耳朵的习惯 那当我们使用的工具 例如掏耳棒或者说棉花棒 用的工具不对的时候 或者你使用的方式不对的时候 那你有可能会伤害你自己的耳朵 那这就有可能造成听力问题 那另外一个常见的习惯会造成听力问题呢 就是长期使用耳机 长期不适当的使用耳机 就是把你的耳机的声量一直是调在60%以上的话 那你又是一整天都在使用这个耳机的话 那你晃散这个听觉问题的几率就比较高了 所以在这里是要呼吁的是 如果可以的话 尽可能避免自己掏耳朵 又或者说尽可能避免长期使用耳机 你 我 regularnic眼 你 reflecting